和中環有名的西餐廳老闆朋友聊天 不然又聊到香港的地產 可能是朋友每天都在經濟動脈 最有直接關係的西餐飲食裡打滾 听說近期 有不少老外陸續撤離香港 吃西餐喝紅酒的晚餐受到當頭的衝擊 让我觉得他对经济的过分担忧和过分的悲观 但当他问起我对香港房地产价格走势的看法 我随口说如果价格从高峰掉一半 那就是香港人的福气了 他觉得我未免把香港经济前景看得太悲观 要和我打倒 以香港政府的指数为准 倒一餐饭 我还真是刘老老进大官员 只知道中原指数 而不知道香港政府的指数 朋友觉得中原指数不可靠 因为中原老板施永清 水清作婴 水族作足 求正求原都是他 不过我还是觉得中原指数更有参考价值 当官的都是拿高薪的 为了乌沙母什么都做的来 我只是打牙教玩玩而矣 那就听他的好了 他说香港政府的指数最多掉三分之一 他说虽然香港有四 五十万人离开 大陆也会有同等的人数 以专才来港填补流失的人口 会抵消了高端人 口抛售房产对二手市场价格的冲击 这论调和地产仲介 西霸王汪敦敬的观点不谋而合 我的观点比较宏观 官势局大势 中美关系紧崩 而且政治文化对 女和经济科技脱欧在向结构性发展 暂时见不到有缓和的迹象 反而累积的动能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 美国的货币确张大周期 通过白南黑钱所未有的量宽政策 也到极点 美联储收紧银根事早比晚好 香港的房地产景气 就是在国际货币确张大周期 和中国经济的快速挖起的两个大背景下 价格达到了巅峰 当今 香港经济的景气已是明日黄花 而他支撑的房地产 更不可能独善其身 媒体报道 渣七年美夫都蝕 我只能说蝕小当赢 输得更惨的更可能是他的买家 老板朋友是紫微斗数专家 还向我这个独天文物理不信邪的人 说教说当今面对的是什么狗云的 不会是臭巧罢